朝鮮官方媒體元旦發布了連續兩天 發射導彈的靜態照片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12月31日 舉行的勞動黨大會上聲稱 要發展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增加核彈數量 確保壓倒性的軍事力量 以應對所謂來自美國和韓國的威脅 外界分析 這顯示朝鮮完全無意重返談判桌 在朝鮮元旦凌晨發射導彈幾小時後 日本防衛大臣向媒體表示 絕對不容許朝鮮對日本、區域及國際社會的 和平與安全造成威脅 韓國國防部也發出警告 若朝鮮意圖使用核武將招致金正恩政權滅亡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徐哲 李明迪總和報導